這些化學的物質 它會造成 我們每次說癌症都不是 癌症都不是別人傳染給你的 不會說我的癌症傳染給你癌症 都是你自己的細胞 異常變異化身的 那我們的細胞都有新陳代謝 比如說我這個皮膚掉了 我後面要長正常的皮膚細胞 所以這叫代謝 好 你今天吃了很多 醃漬物品 就是化學的物質 你會改變你體內的一個環境 讓環境在一個不穩定的狀況底下 好 你這個細胞受傷了 下一次掉了 要長出新的 它基因就錯亂 就造成這個癌症 腸胃科來講就是兩個 一個就是高鹽分 另外一個就是雅硝酸鹽 它是在製造過程中 會產生這些所謂的致癌物質 那像醃漬物 一般我們腸胃科會認為 對胃的癌症會比較危險 這種東西每個人都會吃到 但是你假如是 你吃的量很大 最後是會讓你身體生病 知道了 我想說為什麼它也不過就是鹽巴 有些新鮮的好的 當然是對身體反而好 像剛剛講的說泡菜 泡菜其實可以出現了腸胃複動 因為它會產生抑生菌 對 可是你如果長時間 譬如說你的鹽分又是太高 然後又是放很久 因為大家可能會覺得 醃漬類可以放比較久 比較不會壞 那其實這時候你的缺點 可能就大於優點了 對 所以就是你要挑選 譬如新鮮的泡菜 我覺得可以適量的吃 但是你就不要長時間放太久 然後把那種不好的東西吃得比較多這樣 接下來看看胃潰瘍 我大概是三四年前 因為女生愛漂亮嘛 我就開始亂減肥 一開始是我吃很少 我一天大概只吃這樣 一小盤的水煮 這樣子 真的 一小盤的水煮蔬菜那種 當然瘦很多沒錯 但是我覺得我胃好像變小了 然後剛好遇到過年 過年就是暴飲暴食大吃大喝 我就照常吃吃吃吃 雖然發現我開始消化不良 就感覺食物一直卡在這邊 然後我就開始有胃酸的感覺 我就好想吐 所以過年那幾天 我大概真的每天吃飽飯 我就跑去吐了 所以這就是一個不好的開端 因為從那次之後 我後來只要一吃 覺得自己吃好飽 我就會跑去吐 就是吐到已經變成一個習慣 習慣之後我發現 我好像食道有灼傷 所以我的身體開始變牙牙的 一直到後來呢 我開始會胃痛 一開始只是覺得 好沒關係我年輕嘛 又放著不管他 結果一直到過一陣子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一個好姐姐 她大概二十二 七二八歲 她那時候人在英國念書 一開始也只是胃痛 結果送去院檢查 胃癌末期 她不到一個月就過世 甚至還來不及 好快喔 來不及回台灣 所以妳就很緊張 對 我就 原來這件事情那麼嚴重 發現這個重要性了之後 我就馬上去照胃鏡 照了胃鏡之後才發現說 我有胃潰瘍 還有胃食道逆流 跟十二指腸潰瘍 這麼多 對 對 整個就是胃炎套餐這樣 然後我也去了解說 我飯前會痛是胃潰瘍 然後飯後會痛是十二指腸潰瘍 然後胃食道逆流就是 我本來就有了這個問題 醫生就開始規定我說 吃甜的不行 喝咖啡不行 喝茶不行 吃辣的不行 熬夜不行 喝酒不行 各種就是我喜歡的 刺激的都不行 對 就是我喜歡 我想要吃甜的喝咖啡 全部都不行 然後我就乖乖地吃胃藥 然後我也會 煮一些高麗菜 還有秋葵來養胃 這醫生推薦給我的 我覺得也讓自己 坐期正常一點 漸漸的我就開始 比較不會胃痛 但我覺得這有點難根治 因為像我到現在 我可能壓力大或是 又犯了 坐期不正常的時候 我就又會開始 對 很嚴重的胃痛 等等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知道說 我必須要留時間 給自己好好休息了 我自己的病人是這樣 一個50多歲的一個女性 那她其實 她做的是比較 應酬類的一個行業 就業務型的行業 那所以呢 其實她也有 前面的這些因子 應酬 上面的 就一定會發生這個問題 愛吃燒烤煙事物 然後作息不正常 那再來就是說 你有碰到煙酒的之類的 所以你會犯到 左邊的那個 反覆受傷 那也因為你 醃久之後 隨著你年紀慢慢增加 你就會有一點肥胖的問題存在 也就是說這位病人 他就是 也難化了四點這樣子 那當他反覆的 胃食道逆流跟胃炎 那個胃不舒服的時候 他像其實這樣 他去做胃鏡 那做胃鏡就告訴你 就是胃食道逆流 胃發炎 然後十二指腸潰瘍 就這樣子 那突然間他這一次 會再過來找我也是一樣 就是他突然間發現 他為什麼聲音 以前他咽酒嗓 就會有點聲音沙啞 可是這一次他的聲音沙啞 是連續三個禮拜 完全都好不了 再來看的時候 這種聲音這麼沙啞 我說不行 你一定要再排一次胃鏡 結果做的時候就發現 其實他已經是食道癌 那為什麼我要跟這個 為什麼會連結在一起 因為反覆的胃食道逆流 就會造成你食道下段的 一直受傷 那所以這個病人就是因為 反覆的胃食道逆流 而造成一個食道癌的狀況 所以其實當你有一些症狀的時候 不要輕忽他 你還是要隨時把自己 保持在一個比較健康的狀況 我胃消化非常非常不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說 那個勇敢菌也有關係 就是我可能早上吃比較多 我可能一整天我都不餓 我大概到半夜我才會覺得 我的胃清空了這種感覺 胃它其實它就像 這一個土這一個這邊 它其實食物下去的時候 它會翻角蠕動 然後把它往十二指腸 往小腸推出去 那所以我們一般人 正常胃的高度 大概在你肚臍上面 就是你食物吃下去 它整個胃的神經元都鬆弛 肌肉也鬆弛 它就整個吹到骨盆腔去 那這樣子的時候 它胃的排空的機能就很差 然後就會造成就是說 它常常有脹在那邊 吃一點點就脹在那邊 而且食物在裡面會發酵 發酵之後也會產生這個酸 然後就 胃下垂的人 就也很容易有胃發炎 然後也會有 胃食道逆流的這個症狀 目前科學來講 現代醫學來講 能夠改善的 當然第一個就是 你要做一些有氧的運動 第二個要適度的補充 綜合維他命 這是一般保健可以做的 當然也不要 可能要維持少量多餐 不要一下子吃得太飽 陳希妳有這麼胃出血的經驗 對啊 因為我之前也是去做健康檢查 然後就醫生就說我胃出血 然後我就嚇一跳 因為我覺得我的胃很好 因為我是一個大胃王 我就想說應該沒什麼事 然後他還跟我說出血的時候 還給我看那個照片 我就覺得超恐怖的 後來醫生還說 那我們現在要幫你驗一個東西 他就是用類似那種飾紙還是什麼 然後就幫我立刻驗說 我有沒有幽門感菌 那一驗就是果然是 然後聽起來就覺得很可怕 什麼幽門感菌 然後就覺得很嚴重 我說醫生怎麼辦 我是不是快要死掉了這樣子 他說沒有 你就是這個很容易 因為你只要去吃藥 就可以把這個就是壓下來 而且那你如果現在不吃藥的話 它可能就會越來越嚴重 可能之後就可能變成什麼 胃癌或胃癌 是有可能 但是你現在就是趕快吃藥 然後做治療 那我那時候其實 除了這個之外 醫生還說因為我可能 作息真的都不是那麼正常 然後像吃東西的時間 我也沒有就是說照三餐 你自己的飲食習慣你也要改變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我是一隻螞蟻 他說你甜食也不要吃這麼多了 你又愛喝那種含糖飲料 手搖飲料 你每天都要一杯手搖飲 對 很可怕 一杯手搖飲是基本的 有時候會到兩三杯都有可能 然後一定都要吃蛋糕 因為我覺得那就是我的精神 他說你真的要小心 可是而且你在年紀又越來越大 你一定不是年輕人 他開始警告你 對 他說這楊小姐 我們希望你下次來的時候 不要再這麼多紅字了 你太糟蹋自己身體了吧 可是就是很愛吃 你男朋友會有 真的 這個感 真的別傳染給我 你接吻就會傳染 是那個飛沫就會傳染 是不是 打噴嚏就會 其實最常見的途徑是 笨口傳染 就是說 你有油門感染 你的排泄物理會帶細菌 假如你個人衛生習慣不好 你碰觸到去亂摸 別人又去碰觸可能會感染 另外一種就是你會食道逆流 有時候你的胃酸還是會帶少量的細菌 那可能跟男朋友 或者伴侶接吻什麼的 或者共識 還是有可能會傳染別人 對 我有胃食道逆流 因為我有一個很 不容易被發現的症狀 就是我半夜的時候會夜咳 我一直都以為說 夜咳應該是跟支氣管那些有關係 結果後來發現 醫生說你不是啊 我跟你講你就是 所以我想說天啊 這也太難發現了吧 不會 那很常見 很多人的胃食道逆流不典型 大家都覺得胃食道逆流 就火燒心 胃酸 很多人是半夜咳嗽 長期的喉嚨發炎 看耳鼻喉看不好 或者聲音沙啞 那都可能是胃食道逆流症狀 其實你們認為 幽門感菌很危險 其實腸胃科醫生聽起來 幽門感菌比較簡單 因為它吃抗生素可以殺死 是 但是其實最可怕的東西是胃潰瘍 大家要注意 大家聽到胃潰瘍 十二指腸 潰瘍覺得沒什麼關係 其實胃潰瘍 我跟大家說 所以胃潰瘍其實是很危險的 那我常常告訴我病人 一個我親身家族的親人的經驗 就是我們家族有胃癌的家族史 就是我的什麼阿祖阿公什麼 爺爺奶奶很多人得胃癌 那我們有一個長輩 他就是在好幾年前 因為胃不舒服 他就去某個醫學中心造了胃鏡 後來就說 他的胃在靠近這個食道入口 我們叫奔門 你在奔門還是在胃裡面 有長了一個潰瘍 胃潰瘍這樣 那他就是吃東西很痛 後來就吃了四個月的胃藥 就把它醫好了 那後來那個醫學中心的醫師 就有跟他說 你要造第二次胃鏡 因為你長的那個潰瘍位置 滿奇怪的 要記得要追蹤 我的長輩就是長輩你懂嗎 就是我沒辦法 我就好好 不用 對啊 不用啊 不用照 老一輩這樣子 對 我們自己是腸胃科 我們也勸他說 你一定要照一下 因為胃潰瘍其實是有點危險 這樣子 那他就也不理 不理以後他就 後來又好像又會反覆的不舒服 那其實聽起來就知道 他可能就是有 反覆在發作 那後來大概到七八個月了 他覺得 然後又問我 我說他說 你這怪怪不對 你再去照吧 後來他再去照 結果胃癌第三期 然後那個癌症已經把食道口包住了 所以他吞東西吞不下 因為他癌症往外面長 他做電腦斷層的時候 他那個胃裡面的潰瘍看起來不大 可是做電腦斷層 然後外面都是腫瘤 對 所以你看他吃胃要四個月 然後他又拖了七八個月 他是不是已經拖了一年 一年了 所以假如他乖乖聽醫生的話 早點去檢查 他有可能早就OK了 發現了 你知道他後來很慘 一般的胃癌是切三分之二的胃 部分胃切 那因為他長得癌症是高位 很高 靠近食道口 所以他是做全胃切 食道跟腸子拉在一起接 然後接口又狹窄 他一樣沒辦法吃 然後我後來在醫院 就常常幫他做食道擴張 因為他縫合的地方 都一直在狹窄 就常常這樣 然後後來他因為很嚴重營養不良 他可能手術雖然成功 但是可能半年多以後他就 免疫力很差又肺炎 後來他就離開了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快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就好看 prince人 也有在一起 新的影片 請看一下